凤临政公所31号的上午举办了优秀学童奖助学金的表扬活动 政长肖文龙表示 以往经费是由新光照封公司150万元的基金 利息来支付奖助学金 但是因为利息已经不足之应 今年开始由凤临政公所自行编列预算来办理 期望透过奖学金来鼓励孩子们 持续的奋发向学 优秀学童奖学金表扬活动31号上午 在凤临政公所三楼礼堂举行 希望借由颁奖表扬 让孩子有受肯定 以及努力向前进的目标 而当天凤临政各国中小学大专 共有147位学生受奖 共颁发13万5千元的奖金 因为政公所有赚钱 也不能放到正常的口袋 也通通发在我们政典跟政公所前证里面 所以学生尤其我们公平的老人家比较多 孩子很少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我们应该多少给他鼓励一下 怎么样去跟人家竞争 跟都市的环境就是有差 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小朋友能够多的 用功读书 肖镇长强调饮水思源 期许当选各校优秀儿童 校型楷模与领导奖学金的同学们 记得将来回馈社会 让良善的美德继续下去 造福乡里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 你能做到这种东西吗 黄聋 THAT